好,今天我们讲两个课题 我都讲了,选举要来了 你看每个礼拜啊,这个执政党 只有执政党有本事嘛 端出牛肉嘛 做什么措施,什么新鲜措施 什么推动社区 都是在那些很紧要的选区里 那我们三八万为什么没有 就讲这件事情了 马林百列推出免费短程巴士服务 三选区居民 推出免费短程巴士 服务三个选区的居民 就是马林百列 既选区,蒙巴登区 跟麦波森区的 国会议员 联手为区内 居民 推出免费短程巴士服务 星期天在 星期天就是 今天在甘榜警问案 民众联络所举行启动仪式 出席的包括麦波森的议员 陈佩玲 东南区的市长 葛赫敏 人力部长兼贸工部 第二部长陈诗龙 文化社区青年部长兼立政 第二部长唐正辉 国会议长 谢建平 蒙巴登 议员 林某权 以及马林百列 继选区基层 组织第二顾问 朱佩玲 我太想这个朱佩玲 可能是会参选 不然为什么基层领袖 第二顾问就是 要做顾问了 所以马林百列区 现在真的 自从陈川仁 你对陈川仁的印象 两个两方面 一方面是很有才华 体能体力很好 第二方面就是 不听话 搞个婚爱情 搞了几年年 总理劝他都不改 哇 宁可要江山 宁可要美人不要江山 可以形容他这个 当然啦 对他的家庭情何以堪 这些东西都发生了 永远会被人家挖出来讲 也没有奇怪 不过我也没有讲他坏话 我最后发现他是在 开激励班 激励会 希望他顺利 把他的所能 所学 所用 教导别人 就是这样祝福他 因为他已经损失很大 当然另外一位 国会议员是 伊朗区的 那个是很有本事 很有钱 不过 这个选区 来临面对 功能党 强大的挑战 等一下你看 今天 就是等一下你看 今天 功能党 中委成立 多少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 马林百列 未来的马林百列 会遇到功能打 强而有力的挑战 马林百列 既选区会不会 重新的又再改来改去呢 肯定会 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 短程 推出七条短程 巴士福 我其实是很不明白 他们可以这样的 用谁的钱 用马林百列 是这里是非的钱 用 蒙巴登 用 麦伯森 那我们这边 三八旺也需要 对不对 哪里都有老人 哪里都需要 我们这边还是 红色 所以他说 这七条短 改善 各分区的 结果问题 方便 商者到达 区内 关键设施 如总综合 等疗所 地铁站和商场 这七条线 主要是 去这三个地 三种地方 等所 地铁站 商场 所以这项服务 7月8日 投入运作 星期天 该开放社区 报名参加 要报名的 所以为期 一年的四点计划 马林百列 既选区 蒙巴登和 麦伯森山区 要根据 大客的数据 和返回 进行评估 在适用期间 调整 巴士站或路线 以便更好的 满足 居民的需求 那我们这里也要 我们这边 三八旺 像张大哥 我们要下到 诊所是不方便 我们下到诊所 我要到 900号 然后 到 MRD MRD下了 要走很长的一条路 才到 诊所 如果我不要 我可以 搭另外 一辆巴士 912 不过那个走很远很远 才来到那个 Avenue 1 无人那边 很少人 我都不懂 到底会不会到 所以真正 污染也需要 我们需要 年节 我们需要 短程巴士 年节 这个 秋德巴 因为秋德巴 去秋德巴 也要大 短程车 在MRD大 有缩性来这种 短程的 7条线 现在他们推的 去秋德巴 医院 去 乌兰的 医院 那个很大 然后去 商场 888 Listar Boy Costway Boy Mark Boy 这个好 这个好 应该有一个 这样的巴士 其实地铁不一定方便 对老人来讲 有时巴士服务 如果能够到站 走没有几步 更好 有时候我要找 朋友 真的 还要到 Interchain 换一辆巴士 如果你有一辆巴士 走整个 乌兰 乌兰 Rain Road 就很好 同样的 从前我住 伊顺 如果有一条 是伊顺 Rain Road 也是很好 只要走Rain Road 就够了 从这里 也看到一些端倪 可能把您百列 又会再跟 麦波森 Muss在一起 那蒙巴登 或者蒙巴登 跟马林百列 连结在一起 所以现在 选区委员会 成立之后的划分 报告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说 这七条巴士环线 分别在马林百列 具选区的五个分区 布莱德林 牙龙士乃 如切 锦万岸 蔡氏和马林百列 去的地方都很重要 以及麦波森区 和蒙巴森区运作 尽管各路 服务 不同分区 有些路线 会途径同个车站 方便 居民 从一个分区 前往另外一个分区 每条路线 各有一两巴士服务 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十点到下午四点 非高峰期运作 公共假日 除外 每趟巴士 间隔四十五到七十五分钟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服务也应该 规定让 乐林人士使用 主要 年轻力赚的 就不用 所以唐正辉 星期天 在几栋 仪式上 为居民 推出这项服务 唐正辉 是负责 如切区 基层事务的 马林百列 继选区 议员 原来唐正辉 是负责 如切的人 继续看 下一个 下一个很重要 工人党 工人党 新一届 中委名单 出炉 零类连 必担心 年任党职 讲资深 是零类连 讲 这个 职务 最重要的 应该是 必担心 因为他 继续担任 秘书长 零类连 继续担任 这个 主席 其他的 还没有安排 他们还要 进一步安排 他说 今天早上 11点 今天早上 他们 下午 选出15名干部 所以整个 气氛是非常好的 原主席 零类连 57岁 和原秘书长 必担心 46岁 军再度当选 并继续担任 这两个党子 重要的党子 那前秘书长 刘成强 也再度当选 中委 他是新一届 中委当中 年纪最大一位 66岁 跟我一样 他跟我年纪 他大我一点 另一名是城市 中央的前 前议员 方荣发 不再 本届 中委名单 方荣发 就没有进来 所以星期六 下午文告 公布 这一届的 新一届的 中委 必担心和 林类连 谈年 秘书长的主席 这个才是 6月30号 6月30号是 2024年 林类连和 必担心 残年党主席 秘书长 上一任的 11位中委 也都获投票 党员支持 继续出任中委 两件大事情 以立联 重新获选 进入中委 他曾在 2018年 4月获选 担任副财政 他在 2013年 全国大选 普选中 胜选 曾担任 绑合议员 直到2015 中央委员会 活动于星期天 下午2点 在克拉 码头的一个 会议场地 举行 据观察 下午1点30分 就已经有 不少身穿 浅蓝色 党T恤的 的道场 不只是党T恤 还有徽章 活动在下午 4点50分左右 就结束 1点 2点 3点 4点 3个小时多了 前后不到3小时 过后陆续会场 婉拒受访 这是他们 依赖的作风 必担心 在回应 媒体记者的 询问时 只点 管得说 这次党内选举 成绩非常好 他说 期待同新一届 中委 接下来两年的合作 他们两年选一次 中委 迎内联 全面 毕丹兴 秘书长 然后 安坤又 汪文耀 这个算是新来 新的 没有出现过的 42岁 蔡金辉 37 福测关 47 袁燕松 47 何庭炉 41 许晋贵 许晋贵是有参选过 然后败选 还积极的 我有讲过 我当义工的时候 收训他有教导 人不错 李立联 这一次 重点 重新回来 林志卫 刘成强 真的是 回来 没有stand by fight is close fight 不懂会不会去 is close Muhammad 费沙 陈广顺 陈立峰 所以这些 都是中委 通常你 你能够担任中委 应该是会 参选 会不会中选 还是一回事 会参选 比较有意义 对我来讲 当然大家熟悉的 就是林类连根 不是 李立连根 李立连根 刘成强 刘成强 会不会正如张大哥 一直希望 你说你回首 后港 年纪大了 稳稳荡荡 回去后港 后港人民一定接受你 然后让陈立峰 去别的选序 也是有可能 或者 这个刘成强 曾经就是 从后港 下到 阿玉尼 成功带领 当时的阿玉尼 整个团队 赢得阿玉尼的选战 那也是 人民行动党 这一选区 破功的第一次 第二次破功 当然是胜港 胜港 胜港是没有悬念的 肯定这三个 会不会 留任 应该会 不会随随便便 就调他们三个 去别的选区 因为还年轻 可能就是有一个 少数民族进来 那不是太难的事情 只要他们三个 现在做得好 胜港还是稳稳 倒是李立连会去 哪一个选区呢 也有 会不会李立连去 胜港 然后胜港有人 不在呢 你就不知道 因为我 之前有担心 何廷路会不会退 因为他先生已经退 完全退党 完全退党是很早有的 人家说 会不会有事情发生 我们也不可以讲 如果 因为现在 选前不要换 这样 所以可能何廷路 还是 继续了 但是等到打选战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 也不一定 会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所以李立连就要 takeover胜港 如果李立连 takeover胜港 嫁青住手 这些都是他们考量 他们现在 这中央委员会 尽量保持原来的 因为少了两个 贝里安跟 舍雪林 就让刘承强跟李立连 补上 大家明白 那刘承强会不会去 Exco 也很难讲 因为Exco 现在有一个唐振辉 唐振辉 我个人觉得 如果要去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比当心去 他跟唐振辉 比较有 有很多可以 划钢琴的地方 有了 纯粹 我是为了 节目效果 开玩笑 他们的考量 绝对不会像我这样讲 那你说 刘承强会不会去Exco 很有可能 因为Exco 现在 黄利杰在那里 还是强而有力 虽然没有做总理 所以还是副总理 所以那边的选民 会不会支持他 或许说 那边的选民 有一些已经很生气他 当年你讲好 要做总理 我们才support你 后来你竟然不要 然后你说 跑道太长 你跑道太长 你做副总理 跑道就不长 副总理就很好做 有人跟我 呱呱叫 其实那些Kakia 才忙 真正忙的是Kakia 然后你是这些 领导人 只是在那边指挥 所以有人说 说不过去的 所以有些选民 可能开始要 在新一轮的选举 特别是这个Exco 虽然工人党 没有舍选 如果补一个刘承强 或者补一个刘承强 当然是得分 舍选林 是不用跟刘承强比 因为他还年轻 66岁很年轻 我们的李总理都73 所以66岁 至少可以做一届 对不对 还年轻 所以刘承强 果然东山在一起 所以张大哥 前面讲的 就没有悬念 只是没有想到 对我来讲 是意外的惊喜 就是李立连 也东山在一起 哇太开心了 我一路来都看好李立连 他个人不懂 对我 我们之间是没有 韩国话 没有握个手 但是我就喜欢他这种 因为他打选战 亲力亲为 每一户人家 他都跑到晚 所以这个女生 是非同反响 而且他成为 不懂19多少年以来 第一位单选区的 在野党的候选人 成为国会议员 真是很厉害 当年赢这个 赢谁啊 我忘了 反而东 补血 因为那个国会议长 匪文 赢许宝坤 把他杀到片甲不留 另外还有两个来咔嚓咔嚓的 一个是林路前 一个是德行党共 好像德 好像那个德行党的主席 那个德行党的儿子 是吧 那个德行党的 反正呢 明年年杀到他们两个 好像暗规金都没有 然后黄之明如果有回到政坛 也不意外 肯定是在 继选区的 而且是文营的继选区 最好 打选战的继选区 全部在北部 北部啦 乌兰啦 一顺啦 那个游池啦 蔡出港也不错啦 乌克巴托也还OK啦 我们这次看到 这个东伟 原班人马 全部在 发生出事情的三个 哇三个 蛮伤的 这个拉玉沙 贝里安跟蛇雪林 就让这个 李立莲 刘承强 加一个光文药 光文药 新的 那李立莲会去哪里呢 跟刘承强去东海 也是很 因为李立莲有知名度 都可以啦 其实选民 对刘承强去哪里都 会很 很紧张啊 就是很期盼 因为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招牌了 这就是我所 所讲的 他有那种 政治家的 光环 政治人物的 光环 去到你一个 当什么去都不重要 他一定有 自己的支持者 所以他 他是一个强将 会不会留在阿淫尼 然后阿淫尼里面 一些人出走 或者去胜港 因为胜港太年轻了 要有刘承强 这种年纪大的 也比较好一点 是啊 这个也是真的 他已经有伤 回去胜港不明治 这是龙西外的看法 说他有伤 不过我们就看 决定在于他们 党中央会策划 你个人认为 他不可能回胜港 那你认为他会去哪里 比例一连 难道又是放他单选去吗 无厌功 放他就阿淫尼可能 因为阿淫尼现在 阿淫尼现在还不知道 刘承强跟 林内联的 Case怎样 但是他们还是 一来会成为 党中央 而且刘承强 似乎他们 也不是很 很有把握 现在所要赔偿的 管理不当的赔偿 应该不是太厉害 应该是能够应付 错就改了 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 他不是贪污 我都讲了 不是贪污 没有比什么贪污更厉害 所以林内联 阿淫尼 继选区 当年他们几位 好像被案子 暗指他们 在坊间 很担心他们是否 被涉入贪腐 但是 雨过天晴 阿淫尼 继选区的居民们 也在2020年 重新的委托 重新的 赞许他们 所以给他们 玩高票当选 这个就是选民的 智慧跟聪明 不会被一些 谣言 影响 歪理 影响 我还是可以 骄傲地讲 希望我这句话 讲到我死 还是一样 工人党到现在 没有一位 设计 贪腐 所以我们 比较 开心的 看到刘成强 跟李立元 回来 所以 工人党 这个 中央委员会的 架势是十足的 可以打选战的 师傅也感受到 他们党内 没有太多的 这个波动 我不懂他们 三个小时里面 是丢 丢茶杯 还是 敲桌子 应该没有 看选举的结果 就知道 所以 皆大欢喜 就是 他们党员的欢喜 我们这些支持者 也欢喜 皆大欢喜 所以 期盼 新的一年 这个中央委员会 能够带领 整个党 更上一层 更上一层 那刘成强 现在接下来会 很关注的是 他会 赋予什么样的职务 包括李立元 我们就看下去了 好不好 然后这个 新人 汪文耀 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陈广 他们说 有打过选战 大家 许晋贵也是 礼战 礼拜礼拜礼战 其实还有一些 很好的人才 都没有在中央委员会 好像那个方荣发没有 不可能什么人都进来了 所以 方荣发还有他的 他还是会帮忙 你看他还是帮忙 很好 其实方荣发 如果我没有错 他对这个后援方面的 帮助很大 我去做义工的时候 哇 他对那个阴险 全部都很清楚 所以如果他做 选举的时候 放他做 就是义工 负责后援方面 挂布条 舞台 群众大会 舞台 如果有群众大会 挂布条一定要 挂海报 这些 如果他主动 带队的话 是容易 因为他都 音响电器 他都很厉害 据我所知 所以每个人 都有自己 厉害的地方 但是你今天看 工人党的 这个党报 就是 脸书 举付 这个拜六礼拜 每个都出动 每个都是去探访 那人民行动党 也有人 也有人出动 也到处去了 现在已经 如果真的九月选战 也没有多少个 星期六跟礼拜天 所以有些 行动党 比较不懂 有没有打选战的 那些人 可能在那边 在那边说 我要 要哭乐 还是卖骨辣 爱做还是卖做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好像有些人 从来没有看他们 去拜访的吗 那些老一辈的 你几时看过 这个 黄永同区 去少街拜票 没有的吗 他们都不做这种事 感觉啊 如果有错啊 你好不好 撑那些照片 给我们看 三不更还有啊 不要说没有 他也是比较多去 一家一家探访 好像功能党那样 好像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论事啦 有告诉我们啦 收到一点照片吗 少街真的是最辛苦的 少街探访拜票 就是一层一层 爬 爬楼梯 下电梯 上电梯 敲门 这些都是很辛苦的 就是基本功啦 功能党是 每个都 身经百战 我因为 我敢讲 因为我跟着他们走过 所以我知道 他们 这个是刘成强 过去留下来的 基本功 每一个国会议员 都是身经百战 都是把星期六 跟礼拜天 牺牲了 没办法 所以他们 打选战是牺牲 是牺牲 一公也很伟大了 所有的一公帮忙 现在还有社区服务嘛 哇 赠品啊 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名单看起来是 让我们觉得安心 放心 又觉得他们很用心 而且 报章没有什么 写说 刘成良跟李立言 所以这种报馆 不值得买 买他的报纸 他只是把一个名单 这样写出来 不像张大哥 还有跟你讲 李立言 刘成强 回来是让大家觉得 振奋 支持者振奋 没有啊 报馆没有这样写 所以你看这些报馆 金苗淡写 其实很大的变化 如果刘成强 不在中央委员会 大家就 哎哟 又没有在 对不对 那李立言 回来 哇 回来了李立言 是不是 这种不值得写 不值得记者去 挥笔去写 所以我们的记者是什么 报告新闻 造念不误 一个这样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竟然记者没有去想 为什么这个人中选 这个人回来 都没有加任何的话 只是造念不误 造写不误 很轻描淡写 但是如果你是网友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我是觉得很振奋 支持者的心 振奋人心的一个布局 因为经历很多事 是在理事会 这两年 也是拉一杀 那比担心现在又面对官司 是不是 但是他还是做 唐年党秘书长 意思是说刘成强 这方面也 也默认了 应该这样讲 没有太多的那种 如果有一些 正位子 人家觉得是理所当然 真的没有 人家觉得了不起 翁西外说得好 他说刘老发挥 定海神针 我个人觉得 不只是定海神针 应该再来演一处 再来演一处 像阿玉尼的代板 只是发生在哪一个选区 先败 先败 no it's close fight 这是 必担心 告诉选民 刘成江的去处 it's close fight 所以刘成江会不会去 东海岸面对王内杰 那王内杰 是否有风声说 他不会再选 你也不懂啊 不过应该不会啊 因为刚刚选总理 做总理然后不要参选 那你可以 所以我们在看 如果总理 副总理 副总理 如果副总理 败选也是 人民 人民行动党 选举历史上的一个 一个大 大失败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在想当时 必担心讲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以为王内杰是离开 没有想到他还是留任 副总理 这个是大家要想 当时讲跟现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